蒙城华人网为您播报 很多人错误地以为 在加拿大只有银行才能提供购房贷款 其实在魁省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筹错房款的办法 所以您向银行申请房贷被拒失 完全不必感到灰心绝望 请听蒙城华人报的报道 银行拒绝提供购房贷款怎么办 除银行之外的筹资办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请房屋卖家提供抵押贷款 财力雄厚的房屋卖家可能会同意给买家提供一笔抵押贷款 这笔贷款可用于支付部分购房首付 甚至全部购房款 该贷款的最高金额等于卖房者要价 与购房者已有的可用资金之间的差额 给房屋买家提供抵押贷款会让卖家动用一笔钱 但同时也可让卖家的资本利得税 在一段时间内得到分摊 向私人贷款者借贷 私人借贷在魁省是完全合法的 所以不管是临时应急还是短期借款 购置物业时都可以考虑私人借贷这条筹资途径 私人贷款者提供的贷款年利率在8%至18%之间不等 除了利息以外 借款者通常还需支付2%至5%的文件制作费 私人贷款的利率比银行贷款要高 但货批更容易更迅速 租购 租购这种方式让没有很好的信用记录的人 能够在筹足首付之前买房 未来的买家只需缴付租金 就能住进他想购买的房屋 在一段时间之后一般是一至三年 已缴租金的一部分会被当作购房首付 银行贷款也就水到渠成 在亲朋好友中筹集爱新贷款 如果您有朋友家人或其他熟人 愿意以优惠的条件借钱给您 那您一定得认真的考虑这个选项 在亲友圈之外 没有人会给缺钱买房的您送大礼 专家建议 在向别人借钱之前 一定要仔细计算一番 对自己的还款能力做出准确的评估 如果您的购房首付来自于亲友的低息贷款 那么您在向银行申请房贷的时候 必须声明这一点 即使您的借款跟金融机构毫无关联 但是为了避免错误和误解 最好还是请一位公证师或律师 帮您处理借贷事宜 公证师知道如何撰写完整安全的文件 而律师则能帮您理清所有的法律问题 以上新闻摘自蒙城华人报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